我是章哥介绍过来的 我这个时候导航多少钱一个 比别人装的话是两千 既然你是章哥介绍过来的 给你算两千吧 但是这个价格你不要跟别人说 把我在这盒混不下去了 这个我知道 你放心了 谢谢老板 行 那我给你们装上去 炮哥 咱们收人过来换导航才一千 怎么收人介绍还得两千 你懂什么 收人关系介绍 是因为我们关系好吗 那是因为我懂规矩 老张 刚才有个人过来换导航 对 起点名字了 活成了 以后我跟你掌握外过去 应该的嘛 一点点辛苦费 行行行 好嘞好嘞 先这样 原来收人是要吃一口 那生人你也吃不到 学着了吧小郑 你记住 以后人家来换导航的 只要提老张 就按两千给他算 如果不提老张呢 把八百就给他装 哦 明白了 哎老板 你这个车逛了导航多年一个 天哪能不能赔一眼呢 有个车都保养了 全部都在你店里做 好吧 最早也得八百 你要跟你说车 我不是老张介绍过来的 你还八百呀 大哥你是老张介绍过来的 你这不早说嘛你 你是 我的家店老板 哦你 既然是张哥介绍过来的 肯定有优惠嘛 咱们借我说话 好行 既然因为老张这种关系 哪些是啊 这八百的导航啊 都是翻新的 不经用 我建议你呀 搬个好一点 好几多这一点 三千啊 这么贵啊 哎呦大哥 这一分价钱一份货 都到你 你应该懂啊 它贵是贵了点 但是它好用啊 其他店你心里 就一千块钱了 我这里都卖翻新的 你想其他地方卖给你的 它能好吗 就因为老张这种关系 我才跟你说这么多 要不然呢 我才奶奶跟你讲了 我也是来曾经教你这个朋友 给你就算两千 我给你装吧 你不是谁那么贵 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行我换啊 行那我一会儿给你安排换上 我大哥 这价格啊 你赔你是最低最低价格 你千万不要到外面不说 要不然呢 你放心 回去我都懂 来 这个足动就拿就不 好 谢谢 没事 帮我换一下 好 哎大哥慢走啊 炮哥炮哥 你刚刚啊 就卖一普通导航 卖了人家两千五啊 他要是一上来 就跟我老实一点 我也就卖了一千 谁让他一上来 就跟我玩新的 我不坑他 我坑谁啊 还是你搞啊 以后啊 不要这种事啊 冷静点 你要永远记住一句话 真买呀 永远没有卖的机会 tutorial 吃什么辈子 冷静点 吃什么事 沉咙 老实 哪哪哪